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飞匠为您带来的全皇983实况地人给说 由1P的Edison对2P的杨神看下双方竞争太子决这把依旧是主力抢三的比赛 克58对战7克8 来吧 首发是地狱乐队的成员内战 克里斯对战7加兽 杨神这边还是招牌角色 好 6A中段 走 来上一波 对手6A中段的确很好用 好 变身 这么打是奔着10哥去的 看能不能10哥 还没连上 可惜 这波6A有点失误 好 这边前小条中腿连上对侧后一臂 但是没有连上 罗一臂过来逮到一波 走 哇 揪起来在头 那看下一局 看一下艾迪森而发出场的 不着火 爆气吗 不爆气 还是选择求稳 哇 这个加射腿太长了呀 天哪 好 必杀人疯 逮到 这以为是想要6B过头逆向地头 血果是一波小跳中腿逆向中弹的二则 哇 搞心态了呀 可以 秀起来了啊 这个就是网站很难反应啊 确实 看一下阳神这边而发出场的 克里斯 啊 不着火这边直接选择爆气啊 威射里拉满 但这边必杀忍风落地直接被劝了啊 好 先打一套 过渡掉不着火5的爆气状态 啊 闪现到逆向想则底半 虽然不着火反过来 但是 好像还是在被压制的状态 一颗CD强打 反被压制 前线中得取消6B 但这波飞鼠之舞直接被后一臂拉开的 克里斯反打一套 哇 直接带走啊 阳神这边反应很快 艾迪森这手不着火 没有 搬回烈士啊 还是人数差的一个状态 看一下这边艾迪森最后一个手底的暴力挖绳 好 路里一个C头抢出来 哇 这个速度实在太快 哦 小双头乱动 可以 又是C头吗 哇 好的 小跳C 这速度太快了 八只女 不是以外是一条呆走啊 爪质行远金 哇 葵花 哦呦 可以 这是新的连段吗 感觉很帅啊 哇 漂亮 哇 这个速度太快了 直接大跳百合者 这不是大影跳啊 就是大跳 但速度特别快 看一下这位 双方暴子八神的内战 资源相当 血量相当 一颗C的墙打一套 然后这边选择率先使用资源 来找到一波 则的机会啊 正逆 小跳C则错了 是正向 赶紧相反交出来 还你一个正逆 好 则错了 是逆向底半 完了 这个太难猜了呀 很痛苦啊 啊 战C的乱动 一颗C的搬空 飞鞋被拉开距离 后跳的空房 啊 好 前大影跳 直接骗抓 来上一波 带走 八之女 那比分一比零啊 埃迪森率先拿到第一分 那还下一局 帅心啊 双方各种的犀利博弈 最关键的是 双方这个角色速度 都很快的情况下啊 你不单单要手速跟上 对吧 你的眼睛更要跟得上 看一下 克里斯开许的内战啊 传方都把克里斯拍头了 这个角色的确非常适合当极先锋 轻角单点确认 先打他一半的血量 不出意外的话 好 不到五哥 但差不多啊 将六臂中段 则直接被猴扎对色到了 可惜啊 用延迟的虚晃太明显 是再明显 还你一套六哥伤血 好的 这个生龙堵得不错 好 高打低 跳CD 反边推荐 但是没连上 哦啊 这波还想猴扎 直接被这个钱大跳CD 对色到 直接带走 想摸奖 还是要想一想 对吧 你那么想就想一想 就算了 付出行动 高手对决 这种 赌招还是尽可能要少有 哎 这边没连上 可惜 还好 这波地头 但非楚之五 连段失误了 哎呦 有点贪啊 其实刚才那个血量 潜血重可以来上一波 C头 就直接可以带走的啊 有点贪 有点贪 哎 想要后抓 被空头了 可以 还折吗 想非楚之五 高打低 跳CD 反边推荐 就一个滑铲 就等一个滑铲 好底半 超杀 带走啊 哎呦 这个 不是火这把 失误的确有点多 连段断连 然后 不该责的时候 老想的责 这个确实 哎呀 这边暴走八神 好 落地 重拳抢的 可以 机械落地啊 这个战C 的确你不能动 但 对于羊神来讲 就是硬猜啊 因为八神 可能落地 强抓卸锋 也有可能 落地直接摆破折 因为暴走八神 速度实在太快啊 直接选择暴走 好 生龙 对抢 爪痴 天堂之眼 羞 98C 里用暴走八神的 生龙 去做文章是 性价比相对较低的啊 因为 说白了 你一旦失误 就肯定要交强反 但这种顶级高手 对自己的基准 总很自信 好 再跳渣 哎 连段失误了 难受 哦 前小影 跳中腿 逆向中断 哎呀 这一手掉了血量 又交出了资源 想打带走吗 看一下 天堂之眼 应该不舍得交戏了啊 走一波吧 哎呦 这么逆向 百合 哎呦 这么逆向 飞手之五 直接对付到 这个八神的 卸锋啊 刚才这个八神 应该是想 直接跳过来抓卸锋 但是这个飞手之五 只是拉开距离 导致这个八神 逆向复合 变成了一个葵花 可以 好 这波连跳 直接被这个C头 对侧到 一波CG强打 前中大葵花啊 大葵花躲过了 这么一个占中拳 但是 没有连段啊 天堂之眼 逼出一P的枪反 中逆 好 青角点乱动 好 再投回来吗 啊 一个地头 没有选择卸锋 六位摸一下 一丝线 哇 漂亮 这波安全跳遍CD 啊 一分一比 哇 阳神这边打的可以的啊 太恐怖了 这两个人 吓人啊 看一下 中方都选择了 五克吧 啊 阳神这边上一局 竟然把这个七加射换下去了 哎呀 不知火候内战 红蜡蜡猪CP 啊 好 分手之五是一杯高点 跳中腿追射到 但是没连上连段 必杀忍风 强打必杀忍风 前大跳轻腿 逆向中断 好 休息来了 哇 哇 这 哇 这什么情况 无切连吗 各种的正逆 必杀忍风 我的天老爷 吃一切死 抬走 啊 伤龙就可以了呀 可以 看来是球尾 那看下一局 太秀了呀 鲁卡尔看了直呼内行啊 来阳神这边的克里斯 啊 跳起地两连接 反原则 青角点二则 好 啊 公众非误之五变轨出版 但这波前冲 想搞事的克里斯 乱动了呀 非误之五没连上 强打 好 高点奈洛 高打低 再则 但是 哎呦 非误之五对次滑铲 小跳cd 没连上 可以接受 不幸中的万劲了 想要后抓 好 这边不能再失误了 直接抬走他 哎 可以 距离比较远 哎 哦啊 夏天有点动以后 想前走延迟头 对 埃迪森反应过来 直接 缺反了 啊 这就是缺反了 不过是心理上 缺反 好 贴脸 滑铲 克里斯这边 撕先反杀 可以 这贴脸 滑铲 谁想不到啊 拍这边 埃迪森 而发出场 也是克里斯 双方克里斯 内战 后抓 走 看下来 再一局 暴主八车来了 追选的爆气 好 落地 中拳 打中 滑闪 收招 很舒服 这个就是 怎么说呢 是吧 气势到了 这边就露出破绽了 中逆 哦 这波逆向 收拾 超杀 对空 很帅 休息 来了呀 埃迪森 有话 三世 超杀 抬走啊 抬走 这不能给机会的 看一下埃迪森 最后一个手 暴主八神 双方暴主八神 内战 这把是赛点争斗战 资源都不少 好 一颗CD 杨神很稳啊 由于资源很多 所以杨神就等你碰我 一颗CD 料到 起神就是正逆 正逆 折 哦 起神大升龙 直接怼我 埃迪森这边更敢 直接升龙 就知道你要折我 而且正逆猜得很准啊 杨神这边 这个 哦 飞鞋被过来逆向 但直接被后代 一跳拉开剧 但是前跳的时候 还是被下行 要单点确认 直以是 双方这波 心理博弈很极限啊 但是杨神还是起 差一筹 最关键是 埃迪森那边 第一波被杨神CD反击 倒地以后 体身的生命的时候 他猜得太准了 圣龙直接超杀 逼出了杨神的抢反 对吧 导致杨神这边 精心布置好的局 用CD 用资源去强打一波 节奏的局 被反制了 反而自己的抢反 被搞得出来啊 与其是说 折对手 不如说被对手折了 这很难受 看一下最后一分的争夺 看杨神是拉平比分 还是埃迪森 直接 三比一带走 等我还是克里斯内战 哦呦 很调皮 好 前小跳 重腿 对此的闪现 想要搞事情 偷逆将 应该是 超杀 不解超杀 再责 好家伙 这两个人玩起来了呀 你责玩我 我责你啊 这种搞事 哦 连续的延时中断 对此到下重拳 这没办法啊 这个东西就是 心里博弈了 这种垂直高跳 有可能被对手钻当 当然对手慌的时候呢 有可能会出败招 好 必杀忍风 乱动 逆向 好 这边前前 前前直接追 对此到这个 A7起身的 AB受身 直接来上一波逆向 带走 那还带下一局吧 帅气啊 日本第一啊 盼下双方 不得火内战 好 秀起来了呀 那看下一局 看阳神最后一个手底的Boss 我拔神啊 看手里有几颗气 啊 一颗气 哦 这波完了呀 逆向逮到 空中强反 强反也反空了 崩了 结束了 啊 好吧 大家有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这个实在高心态了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